宝贵的遗产 从前有个村庄里住着一位种葡萄的农夫 农夫有三个儿子,都很懒惰 有天晚上,农夫对三个儿子说 孩子们呢,我已经太老了,活不了多少日子了 所以,在死之前,要告诉你们这个秘密 我们的葡萄田里藏着宝物 等我死了,你们一定要把他给挖出来 那以后,没过多少天,农夫过世了 从那天起,儿子们天天到葡萄田挖地 哥哥,这里到底藏着什么呢? 是啊,会不会是塞满金子的缸呢? 三个儿子挖遍了整个葡萄园 可是宝物还是没有出现 嘿,没有宝物,真是白费力气 儿子们嘟囔着 可是过了几天后,葡萄树开始发芽 贴满了葡萄 三个儿子,卖了葡萄,挣了很多钱 这才明白了爸爸的意思 辛勤劳动,换来的就是那葡萄地里藏着的宝物 谢谢收听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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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